攝影是離不開鏡頭的啦 鏡頭是離不開玻璃的 那今次跟大家講一下呢 就是講一下玻璃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那今次跟大家講一下玻璃的 首先呢 就由大玻璃講起啦 好似這間店那樣啦 就是講一些 Display 櫃的玻璃啦 那玻璃其實呢 我今次才知道呢 其實有分不同的種類的 那首先呢 最普通的呢 就是我們平時那些玻璃窗的玻璃啦 那那些玻璃呢 就一撥爛呢 就會有尖的 有利口的 不規則形狀呢 這樣去散落的 那而 跟著呢 就是強化玻璃啦 其實都是普通玻璃呢 做了一個強化的作用的 那當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強化玻璃呢 當你打爛它的時候呢 它變成一粒粒 細小粒的 好像一堆雪那樣呢 灑落地下的 那這些呢 就是第二種了 叫做強化玻璃 再下一城呢 講的呢 就是這個 夾膠玻璃啦 那是 兩塊玻璃呢 中間呢 夾了一塊膠啦 那最常見的是什麼呢 你車的擋風玻璃啦 那那塊呢 就是夾膠玻璃來的啦 那很多時候看到 很大的衝擊力也好 那其實那個玻璃呢 都不 就算是爛了也好 不會穿的 那除非那個力度呢 就太大呢 才有這個情形的 我在網上呢 都看過不少的視頻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大約是 那個玻璃 大約是10mm厚的 有一個 隔層玻璃 一個大隻的鬼佬呢 拿著一個 來拼長的 大鐵鎚 還有一個鐵鎚呢 前面的尖竿呢 是好像類似古頭那樣的尖的 那它拼下去呢 拼了幾分鐘呢 都未爛得穿的 就是看到呢 玻璃呢 是碎了的 那大家都知道啦 之前我們店舖呢 就被人爆洩啦 現在呢 在玻璃方面呢 就做了很多鞏固的工程啦 那將所有的 外圍的玻璃 轉了這隻夾膠玻璃啦 在安全程度上呢 就大大的改善了啦 講完一般的 色軌玻璃呀 Display的玻璃呢 那一定離不開呢 這個鏡頭的玻璃啦 這次呢 我就找了 Vincent 哥哥呢 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鏡頭玻璃啦 那至於拉架的鏡頭玻璃來講呢 其實都有好幾種的 最主要呢 是最初的時候呢 都是用皇冠玻璃來製造的 鏡片鏡頭的 那如果鏡頭方面 除了皇冠玻璃之外呢 大概50年代左右啦 即是 那當然是 50年啦 至到到53年那段日子呢 因為拉架呢 就已經引入了 一個 複蛇玻璃啦 所以大家都很認識 VTX 這支鏡的 最主要來講呢 是用一個 攬系的玻璃啦 那其實攬系玻璃呢 其實都有兩款的 而 而 複蛇的鏡片呢 本身來講呢 它有一個 radiation 會影響了 所以拉架呢 所以拉架呢 後期改良了 一些小小設計啦 就用了 真正的 攬系玻璃做法啦 那就是 那個叫做 LAK9啦 那你這款玻璃來講呢 就會 阻擋了 有 那個 radiation 不會影響了 那個 肥蛇底片的 一個改良啦 直至去到 六十年代 中期啦 大概六五年左右啦 那美國呢 就想封閉古巴的港口啦 那需要一支軍事鏡呢 我來做一個監察的 我來看一個 古巴的港口 有一個走私活動的 那來講呢 就是 要拉架做一支鏡頭 那來講就是 103.4APO 當時製造了 而這支鏡呢 是一個低色散鏡片 也有很高的穿透性的 那來講可以監察到 古巴的港口 德國拉架的總公司來講呢 就負責 就是專門研製 形石鏡片 那直至去呢 在1994年呢 他們研究成功呢 就將這支形石鏡片呢 是可以 用另類方法來高壓 製造了形石鏡片玻璃出來 那也都呢 一個成本cost 也是降低了的可以 而這個製作的過程呢 就是現在我們現時所用的 形石鏡片 剛才跟大家講過 拉架在這支鏡頭裏面 不同的演變的 運用的玻璃來講 也都有不同的影像效果的 早期的鏡頭的影像效果 會有帶有輪臟散鏡 後期的鏡頭的清晰度 會很高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看照片 早期的鏡頭 後期現今的鏡頭 所拍攝的照片表現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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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李宗盛 現在想大家的介紹完就看完了 這次再見啦 慢著慢著 鍾哥 我和你其實認識了很久 是的 Youtube Channel 由2018年 拍到現在 大大話話都有五年 但是這麼久 我沒有和你試過同台出演的 這次是第一次 是 處女狀 那時候呢 我怎麼認識你的呢 那時候就是和你一起 出去拍攝夜色的 是的 那時候呢 我們一起出去拍婚紗 你負責拍照 我負責拍影片 那現在呢 我也是繼續拍影片的 是的 希望以後呢 再拍多些好的影片 給大家欣賞 那這次就這樣啦 下次再見 拜拜 我負責拍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